这个半位就是他们之前在面对G2的时候的死哥 一直是他们有提防的一首 其实现在36.7的半率排到第十位并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在面对着某些队伍的时候 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半位上比较热门的英雄 马卡丽 SKD这边办了Niko 现在很多人都说Niko这个英雄可以三路咬拌 就是AB商丹中罗 然后他们说商丹Niko跟中丹Niko在冰川政府对线很厉害 那他们这边自己办了个解释 然后我们就不想拿了 怕被害客 还有萨拉斯嘛 他们有可能要拿萨拉斯 因为他们这次办了解释嘛 现在萨拉斯雷克赛都在问 对 G2其实要考虑一下要把萨拉斯办掉 因为前面前面没有办黄子嘛 所以说黄子和雷克赛是有可能一起放出来的 G2可以考虑把自己觉得棘手的那个点给办掉 放一个给SKT 然后自己这边的话也有一些比较好选择嘛 萨拉斯 对那雷克赛就给了SKT 这样其实我觉得SK 无论的黄子 他们拿个黄子 其实我觉得SKT按上了 如果这里直接拿个卡丽斯塔加加利欧的话 他们下面那个基本上就输不了的 对 而且黄子加加加利欧也是搭 最为人知的一个体系嘛 强开团的一个体系 哦 宝石情侣没搬啊 要搭了 好看了好看了 第一局就有这个 但其实对 之前我在出现这个阵容的时候 就已经问过一些人 他们的看法是 卡丽斯塔加锤石 是比较好打这两个英雄的 因为他们的强势压制线有一定的击杀能力 我这样可能之前就是因为有很多选择选手 哇 哇 哎 真的吗 16分钟警告 哈哈 杨杨太太 哈 杰奇的格莱文 这个题目对 我看了那一张 哎呀 一只还是稳一点 因子瑞尔 这样我觉得下路 这SKT的想法应该是就下路就稳一点嘛 对对对 因为他们选的也是那种就发育阵容嘛 所以他们一家布隆帽 对对 他们也选了就一只 一只压太太 但这两个英雄 MATA前面一场泰坦的表现 其实有一点不太好 锁了卡尔玛 这个下路双破克的组合 就对线压力还是太大了 所以他不能拿泰坦 拿泰坦就其实是给秦宇提前的 但是其实他拿这套组合 也说明下路不可能打架了 是的 这下路应该是发一遍 但下路的左边是前期应该可以推 先一只加卡尔玛嘛 其实我觉得SKT现在选英雄 就跟之前就差不多 就是没有瑞兹跟没有萨拉斯 这几个英雄 他们一二三了就不拿中路 给里哥就候选嘛 给每个选手候选 让我来看看 这边会拿出吗 这个会在哪一把 我觉得有可能在哪一把 那个上皇 其实他们这阵容 后期 补一个上皇的话 后期挺猛的 因为右边那个选的 也是就是发育阵容嘛 而且有卡尔玛的话 也会让整体的阵型 更灵活一些 补上沙皇 可能输出的空间会大一点点 对 而且再加上G2这边 其实简单的前三手的话 是一个冲阵的一个阵容 拿出沙皇来的话 有个不错的反手能力 是的 吸血鬼 在G2的4号被搬掉了 他们前这边拿了一个女刀锋 女刀这个英雄 目前赛场上的表现 应该说还蛮不错的 而且在前面看 LEC的半局赛的时候 女刀加上情绪宝石的组合 也是有登场过的 就宝石这个英雄 只要有冲阵的英雄在 就什么我们之前知道的 那个野河的时候 就宝石加剑圣 就宝石加刀妹 他们都是 宝石真马 对 在有这样的技能的情况下 进去收割很容易完成 但G2的那个阵容 这缺点 这是他们的缺点在 他们是没有 没有英雄可以点塔 点不了塔 然后其实 所以他们这种 很怕那个首长的这种 我觉得G2最好是搬那个上皇 因为他们只要 对对对 因为他们这边 SKD那边选了上皇的话 他们是推不了他的 就是根本就摸不了 点不了那个塔 优势的时候只能选择越来 对只能选择越来 但这个阵容越来也不好 因为对面选了上皇的话 其实NKD这边 他要不考虑一下 猪妹帮完 哦 蜘蛛帮完之后 再搬个猪妹 其实我觉得SKD这边 再补一个清线的更好 就是发条 对 什么就 都可以 就是他补一个 这种清线的硬术 那G2这边 BALAVIC赛 不好就 推不了他 嗯 就还是你刚刚说 那个点嘛 手太短了 然后推他 已经风险 太多了 对 奥拉 奥拉 就忙起来就对了 G2这个风格 就是忙起来就对了 我不跟你多说话 兄弟 打架再说 那我觉得在 其实刚刚对面提到 几个点之外 其实现在比较好的 除了上单凯南 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点 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中单发条 在这两天的表现 也确实不错 而且也符合 手藏七千块的一个特点 对 而且黄子配发条 也是很厉害的 对 带球过人 对 而且现在也要看一下 这个周路 最后李哥的选项 沙皇你就被搬掉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会 呃 李冰冰吗 哦 冰女好像不是 就是他们整体打团还可以 但是冰女的体系 去打情侣宝石 是有点风险的 是 不是那么好打 是因为这两个硬术 就是宝石有无敌嘛 宝石是很康的 这种爆盘硬术 就是对对 宝石是很怕 沙皇这种英雄 冰女这种英雄 其实不是很怕 对 不是很怕 飞机吗 莫干纳 我觉得 是不是很眼熟 这个 哈哈哈哈 主要莫干纳打冰女 是真的很好打 就是立场政府莫干纳 是 而且冰女 现在这个版本 也推不动莫干纳的线 对 主要是冰女 这个英雄 被削了嘛 就是最近的被削了 之前的话就还好 被削之前就是 他们对线 就退线是误开吧 但现在的话 因为那个出镜的被削了 然后就退线很慢 就变成二八开了 哈哈哈哈 就莫干纳想推女的剑 就推女的剑 是的 主要是他现在前期的 蓝号以及技能CD太长了 而且G2这个阵容 他最后补了一手 莫干纳之后 就是相当于三个辅助 带着两个冲阵的战士 进去打 这样看下来有没有 就是你会发现 他带这个无敌啊 带这个磨免进去 就刀妹这把的 输出环境还蛮好的 他们应该是481 刀妹的 但就这样看下来会发现 其实双方都蛮缺伤害的 是还是要看 但右边是因为有治疗 但左边是有卡尔玛的盾 但左边的卡尔玛毕竟是个辅助 相比于对面的那种 两个分尸 就是分尸经济去发育的 两个辅助的话 他的整体经济比较差很多 这吧其实要看 那个凯南跟病女的开团吧 他们只要能秒掉 对面的辅助 或者ADC就能秒不到的话 我觉得其实打团是很难打 就是说情侣宝石里头 你得先处理掉 是的 是的 然后他们带线也是 其实他们带线右边 左边那个SKD的中山跟英雄 都打不过倒霉的 没错 这一场第一场就选到花里哭哨 我们也是一起期待一下 今天的首场剑部战 谁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 进入到召唤师峡谷当中 我们淘汰赛第二天的比赛 蓝色华SKD 红色方G2 G2真的是最快乐的队伍了 拿了这种也真的蛮让人出乎意料的 Tim McRae和G2这两支队伍之前 在小组赛的时候 很多队伍面临他们都会选择 把宝石琴余里面 对起码板一个 对宝石给搬掉 索要你的体系 但是这一场放出来直接拿了 这个刀妹在勾引 因为他知道那个凯南带了偷钱吗 他在勾引那个凯南 然后如果凯南过来的话 他们是很有机会 他是EC在旁边偷了个爽 哇 有点危险 RQ这里的闪现交了 闪现 各位体验 你开了我也快了 你的阵容快了 但我的一选拿得很快了 他们是应该知道那个宝石不在 关键是他没有闪现去躲扇子 MataRQ 对 他可能没想到他会死 但一级的情侣是确实很脆的 太脆了 一级情侣和杰拉嘛 这两个英雄是特别容易死的 对对对对 Mata这里一级 配合一个RQ 直接是立功了 然后EZ的前期 补快了自己的发育 补快了一整节 就这个节奏的点就是典型的 偷鸡不成到18米 看看两边给到的阵容评级 后期能力是差不多的 但是 他是想看 他们是哪里开吧 哎呦 叫了闪现 哎呦 闪现 跟晕 没有晕住 那这边可以丢了 Mata这边蛮果断的 如果这波被留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走不掉了 这样的话 G2可能要小心 就是二级一下 那个皇子的二级抓虾 是因为那个G2两边都没有闪现嘛 但皇子还是选择上去 对直接走掉 他们可能 他们可能不知道 那个G2的眼位置了 就是他们放的眼 而且这个双尔路的月塔能力 其实配合起来没有那么强 有兵线的话 EJ和卡尔玛很难打出来伤害 确实 因为他们前期 其实在下路野区 布置的视野也不够 是 但是这边还是能够看到 奥拉夫的一个位置 知道他在三郎的那个位置 那克里德这边 可以反一下红浪 他是知道奥拉夫是没懒的 他可能要打这个红Buff 他这样的三Buff 看奥拉夫应该很难受 但是 这样一看的话 Faker也已经过来帮忙了 对 很稳健 他们应该不敢打 我觉得他们是怎么选择放 这我不敢接团 因为他是没有红Buff 没有红Buff的奥拉夫 打皇子是没有优势 而且这个皇子是带着电行 不是那个正负者 前期打架比正负者猛一点 对 对 还有一点就是G2这个阵容 因为他是四宝一一个上路的大哥嘛 这个大哥前期的发育也挺关键的 如果说上路SKD应对的真的特别好的话 让中端这个冰远一直过去 也有可能说对G2的后期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波奥拉夫其实还好 是因为他可以去下面河蟹 那这个如果就是皇子这波直接下来的话 这个下面就河蟹就不好说了 这SKD下不这波打得好 就是不想给这个奥拉夫吃这个河蟹 嗯 在等皇子过来 这波打得好 这样的话奥拉夫前期就很难受了 因为他是吃不了这个河蟹的 马桃二级还没有学W牵不住 但是直接一个点火挂上去了 之后 央扣子血量很低 直接被EQ过来的可立的逼了一个闪现 对 在这边Caps挂了 冰女也在背后 但Caps的位置要等调整一下 被留住了 他可能要遭闪一下 哎 他死了 这么贪吗 他其实这一时间可以遭闪 可以遭闪 对 他可能就不想遭闪吧 其实这波 虽然那个莫刚那是线尽的 但他那个FAK选手已经退完线 这兵线是已经进去了 所以莫刚那只能选择回去 但这个回去的位置有点尴尬 只能绕过去 刚才那个位置 其实 那其实G2拿到一个保持军争体系 前期这两个人放出去的话 对于他们的整体阵型来说是特别伤吗 现在其实伤落对线 是还好的 但因为这个应 是是英雄克制 那个之前的克制关系吧 嗯 就是刀妹打那个凯南斯好大吗 但现在那个G2的下面 那个那个下路跟打也有点难受 他们是出不了线 黄子黄子会不会找机会去处理一下伤落 那个黄子是很有机会去的 在所以这个刀妹是就很怕被抓 所以刀妹 因为刀妹这波是没买阵言的 所以刀妹是直接踢下来就先翻个眼 他们是好他是很怕黄子就下来 嗯 但这波下路有一个电影道想法想控没控住 但黄子就在背后 啊 这个位置好深入啊 那直接被Teddy给收了下来 想去换Mata没有换掉 那反手这个下路因为连续打的几波价 G2这里有点爆啊 这样一边已经两人头了 是不太好 是因为看在他们三个都没闪嘛 嗯 虽然一致也没闪但他们这边也没闪 他们是 追那个追不了就是什么留不住的 对而且这几波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 宝石Miki这边的熟练度好像不是很高 你会发现他的 你运不住人是吗 是的 就我觉得他们可能的想法就是呃 我可能也拿不到 所以最近新年赛可能用的没那么多了 但今天突然意外的拿出来 你会发现就感觉下路的这个熟练度 以及这个整体的节奏打的有点过快了 对他们这个体系而言 其实慢慢的发跃下去才是最好的 宝石的这个眩晕确实还挺关键的 嗯 而且到后面的时候因为他眼观六路嘛 那个晕放到别人身上的时候要跟着往前去看才可以 而且这两支队伍的话他们在场军击杀上面 G2是略稍微的低一点点的 13.7 然后SKT边是13.9 不过他们的场军死亡 G2是17.2 SKT是7.1 哎 就是一个差不多另外一个差了一倍还多 哈哈哈哈 这就是为什么说G2在前面打的有一些不稳健 哇 你看他这个小兵他也没运到 嗯 可能现在最近就没有机会拿到这个保持这个硬术嘛 对 确实很多现在很多队伍都搬这个保持这个硬术 嗯 基本上就训练上就没有机会拿 对 而且我这个飞客选手出装备就非常好 他们现在很多病女第一间剁出卢根 补出那个药袋 但他打莫甘娜是因为莫甘娜有盾嘛 嗯 他的一个药袋可以破他的盾就是前中期 嗯 所以他出了药袋是为了铺他的那个莫甘娜的盾 然后直接就给个R 这样他是挡不掉那个莫甘娜的那个那个那个病女的R技能的 哦 这样也可以更好的配合打野 是的 哦 而且周章莫甘娜后面也有一个削弱就是他的 一技能的护盾值 对 他们是选择越伤咯 想要杀取章枚 章枚位章枚位置很差 被 王德拿 哦 王德被击杀掉了 也有点危险 可力道再往前走一步 扛下塔看想上去追 但是Kaps已经跟过来了 那一个莫甘娜能Q到吗 莫甘娜机动性太太低了点 其实这个反而是杜云比在赛前说到的一个点 就SKD在拿到沙皇的时候其实是要提防Kaps这边的一个游走的 但这一把的阵容出现变化之后反而是Kaps这边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而且有一点不太谨慎的是飞克这边到了六级之后是很有可能配合这皇子去上路抓女高峰 但女高峰这里没有预警 对 其实这一波他们也有想到所以打野已经早早的过来了 但是没想到来了是三个人 是的 LCK套餐了解一下 怎么想的是2v2的话塔下打一下说不定还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人家来的人比较多 而且英雄的主性来说也比较适合去作业塔 毕竟有兵女在 对而且人头的分配的话也是给的比较好 事实上可汉拿了这个人头 主要还是他跑的位置有点尴尬 其实他往右边走的话 G2的有机会换的 一直保持在自己的塔下 对对对 就是塔下就在塔下挂 其实塔下等那个莫甘娜过来 还是有机会换的 但他想要先往左边走了 然后一技能也用掉了 对 所以他是没有机会换的 而且莫甘娜当时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快赶到战场了 是 那个位置也尴尬 他拉开之后我会发现央克只能看着 干瞪眼 他们左边阵容现在来看就是AP很多AP伤害 所以那个刀妹师选的那处那个积会默认 然后飞克选手我刚说的是他是现出腰带 他好像不是 他就出了一个1050的这个下面装备 然后再出了一个那个鲁顿下面的装备 这样我们又不知道就第一件到底出什么装备 还是要看钱吧 你说这个装备好像之前小组赛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选手 他是做过三剑在玩冰女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是真的没有伤害 是 先做了一个手枪 然后做了一个遗失的章级 但他这个时候 又补了一个 又补了一个那个燃烧宝石 当时是 就打一些CD嘛 但在自己的打野是电行皇子 而且可以看到克里德这把是要走一个战士组装的 其实冰女在前天小打一点控制 他们两个的中野伤害是够的 是的 右边这边也不是太坦的 SKT这场的节奏 他们是很有可能在前期 能够同时控下第一条小龙 已经下入先锋了 哇 牵链子牵住了之后 直接最后一段 并没有一技能 但他们是不敢杀的 因为他们知道皇子要往中落尻 其实刚才如果就果断一点 就是奥拉夫就果断一点 他是那个贝克选手是死了 他直接开个大招打他 他是跑不掉的 因为没有一技能 但他们是很怕 那个不知道 下面应该没有视野 不知道皇子的位置 没错 有双皮奶 奶起来还是挺带感的 而且感觉 Mekis好像 手感回来了一些 刚才看到晕住了 就这个组合的精髓就在这里 就我跟你换血 然后我续航比你好 这边的话 节奏暂时慢了 其实你可以看到 GQ自己不主动搞事的话 就STD这个阵容 也很难主动去找一些机会了 野区里面的视野 刚刚已经发现了皇子的一个动向 现在刀妹基本上也不会把线带出来 前期出智慧默认的话 先把腹肌斗篷摸出来 现在SKT销路领先1700块钱 这样的话 G2的销路应该是就就没机会打了 他们是 那个G2现在就那个SKT销路已经领先1700块钱 然后G2这波选择来销路游走 当费克选手TP还没好是快好了 哦大招打下来的时候这一波应该是有了 甚至摸大 不一定能拿到刀子 哇 可比了一个杀到 这波有点可惜 是因为那个费克选手TP是还没好 如果费克选手有TP的话还是有机会救的 差一丢丢 对 只能说他们算的好吧 哎他如果当时赶下来的话 因为大招 红松的大招都已经交过了 那看一下上路这一波 这波他应该被秒了 两口子又是在旁边啊 这个TP我有什么办法 就为了保一手哦 总是为了保险一点 不然的话这个TP确实没有什么必要来交 没来到 可以撤了可以去轻眼了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G2其实有点亏 你看中路线已经进他了 对他们亏了中路线 但这个上路线莫干他吃了 但当然这样的话刀妹没有钱可以吃了 刚才那个中路线是已经进他了 在这样的话刀妹肯定去中路吃一波线 然后他们吃完一波线再换 因为刚刚这种局面他们总有一路是要亏线的嘛 对这样的话刀妹 这刀妹是真的很难玩 因为这个中路线也是也是不给那个刀妹吃 是那个摩尔拉 摩尔拉那个回来再吃吗 是的 哎又碰上了又碰上了 感觉没有技能可以留 就偷一套 好两边都是放个Q溜了 哦这样的话我觉得上路已经没有优势了 就是刀妹已经就没有优势了 因为他是没有智慧魔人 但凯南这边已经有科技枪了 对了 凯南出科技枪的话 线上的一个单杀能力其实是有一定的 他是真的很有钱了 3.4科技枪就挂身上 这个装备特别贵 对然后就是看那个队线就细缺嘛 因为有细缺 对啊 而且凯南这时候又爱想打团啊 他这时候出了一个苗表 前面看他的面板经济应该就已经差600 但现在应该不止是600 因为刀妹身上一个腹肌斗横 加一个一线反举之功 凯南那个苗表应该是点的 因为他鞋子是买的吧 对了 没有点 哦他应该是点了点的 主系是这个 对对对 所以凯南带有苗表的时候 尤其是下一波龙团的时候 如果他能够TP来正面弹场的话 以他这个经济跟装备的一个领先 其实会给G2带来一定量的麻烦 现在在时间12分钟 可力的已经成功控到了第一条小楼 以及峡谷先锋 可力的是往上去的是吧 他应该肯定要直接放峡谷先锋 他们是应该看到对 他们是应该看到那个欧拉夫的位置了 然后飞个选手还是选择出了那个药袋 这样的话 他可能觉得刚才那这么出息 可能是钱不够吧 他还是选择出那个药袋 这样的话上路他只能放了 是啊 看一下上路的星际差已经来到了1300 而且 这个峡谷先锋还能继续推 因为刀妹已经来到了中路 这个时间点作为换推的话 G2是把所有人调到了下路来 但这个下路推的速度并不快 因为这几个人没有一个能点塔的 这波G2是打得非常好 因为他让刀妹来中路补线 然后让那个去那个莫刚纳去下路 但是上路的二塔 怎么办 这个是没办法 因为他在塔下也吃不了线 刚才为什么他们这么悬 是因为如果刀妹在塔下也吃不了线 会被越塔 然后他们三个人的话 这波下都打起来了 这波要打但是啊 对就是 这波其实这样的话 技术是有点快 等一下等一下 高地 对杀了 确然杀了一个人 他们塔都没了 不是这也太亏了吧 这个峡谷先锋 再度假 关键是 现在回来不及了 上路高地要没了 是 他们应该不会选择推那个水晶 他们是选择 那个推防御他 因为侠武先锋已经 那个 没了 对 没有血量了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13分钟推水晶的话 他们那个 有超级病嘛 对 这样的话对SKT那边是没有线可以吃 对 那个冰箱会一直往前送 对对对对对对 刚才补一下 为什么补充一下 我刚才为什么 G2让那个 莫刚那去销 然后当美来攻 是因为 如果G2就三个人的话 是给不了压力的 就是给不了压力 对 他们两个人 那个伊兹跟卡尔 两个人在塔下可以吃冰 所以G2只能选择让莫刚那去销 四个人给压力 那个给他们两个人压力 然后那个刀妹来中的补线 刚才他们做的是非常好 但是因为刚才那个刀妹是踢下去 所以有点亏 刀妹那一波踢下去就 可能有一点多余吧 因为当时本来也杀掉了 他踢下去只能是帮助 快速推塔 这波其实我觉得 没必要下去 因为这个卡尔巴 毙死了 已经死了 他是没想象的 被练到了 对 对 看一眼 而且在那个点 刚看里格的位置 里格在第一次前 其实想下去帮忙的 但看到Mata走不了之后 他就直接掉头走 那因为 刀妹的这个游走的话 导致他们中路兵线 被防御塔给消耗掉 而且他也被打了两层肚层 而且这个 第二条火龙也直接是被SKD控住 控住了之后 中路一塌也没 我们看一下 下一条龙还是火龙 那这一局 其实G2 已经有一点的走远 对 他们是很难打 现在就很难打了 对 因为他们阵容 并不是后期阵容嘛 对吧 因为他的整体装备 也落后很多 尤其是SKD这个阵容 大家也都知道 有兵女加凯南的 这样的这种 在中期一旦抱起团来 他对你团战的 就是威胁力还是有在的 再加上G2这边 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 他这边其实是一个 韦斯堡英宝刀妹 刀妹这个时候 一是没有装备 二是等级也不够 然后其他点的话 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输出了 就会导致他们 在中期接团的时候 会非常吃力 主要是他们的硬控点 发育的很好 也就是顺带着 他们的伤害会很高 在第一波控制 如果打到的话 他是很有可能 直接在宝石大招落下来的 时间点 把宝石或者琪女杀掉一个 上路这个第一线 他是想 他是想要超级兵 对对 这个是故意的 让小兵推那个上路水晶 这样的话 有超级兵可以是吗 他这个是故意的 主要是有超级兵在的话 SKD上路控不了线 对对对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 现在给水晶 不是很好的选择 他现在你说 他是故意的 但他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但这个没必要 不是 这主要是很 只要是这样的话 可以守单独地啊 这样的话 他们其他四个人 是守不了他的 又有点可惜 又有点nice 对 对他来说 他是肯定是赚的 当欲是有限吃 一直 他可以吃那个 但其他队友应该很难受 论十层与三层的差别 这一盘的杜藤 应该说SKD这里 吃了个爽 来前期 看 看这几个队友 能不能顶得住吧 没办法 没办法 只能等等 没三进 我们已经这么 劣势这么搭 看看 不介意再大一点 对 等我 等我十六级 就能不能我carry 就等我carry吧 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个天使 是个刀妹 这个有点可惜 他们是选择 是四包一的阵容 因为他们不可能 四包一 欧拉夫 欧拉夫 欧拉夫这个时间点 你要是让他挺身而出的话 也不是不行 因为他发育好像 跟刀妹一对比 没有差 不知道 是的 刀妹现在发育 实在是有点太差 主要是欧拉夫 有两千九的一个 欧拉夫他不配飞 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个英雄的一个尴尬点就在于 你可以看到 SKD这边整体中 其实蛮灵活的 他除了能碰到这个 碰到这个黄子跟冰女 其实其他人 他基本上是没办法去限制的 不是 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来 这一局SKD其实玩的也挺嗨的 这个黄子在做穿甲 黄子在做穿甲了 就 大家也都知道吗 等级 我等级领先你 那其实我的接触属性 跟一些防御属性 就比你更好一点 飞会想进场吗 但没有几分 飞会一个冰爪 直接把这边 宝石骑士的治疗给逼出来了 这波SKD打得好 SKD直接往下尻 给消路压力 消路这样的话 那个 基图那边是消路视野 就没有视野嘛 然后他们就不敢 手消路按他了 等一下就不敢 手消路按他 这波 因为他们现在 是都落头了 他们都知道 三个人在中 如果黄子这么往下掏 这样的话 基图这边是 就不好手下路二塔的 黄子刚才其实 有点反复横跳 就一直在 就是野区里边来回走 所以通过这两波的运营 其实可以看到 在中路的一个防御塔 跟下路的二塔的一个防御塔 就已经非常的 下路已经阵防了 这个防御塔 这样对那个SKD来 最好的打法 就是黄子不要落头 就在野区 刮个一个 放一个阵眼 就刮在那个地方 不要给他们看 这个位置好像 有一点点机会开啊 直接挂了一个 加速上去的时候 黄子旺已经往后撤 他们还是 不敢越他 是因为他们保持 在起立吗 对 他们还有风险 对不想给机会 就稳一点吗 因为等上路兵线进去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刚才 为什么说 上路那个高地 那个水晶是不能被推 不能给 是因为 他倒霉可能是故意的吧 但这样的话 他们其他队友就顶不住了 所以只能放着 他肯定是赚的 但其他队友可能就可能错 对 而SKD这边做的一个决定 他们是两路其推 然后让黄子挂在野区的话 就你也不好对哪路 直接去做一个选手 因为你不知道黄子的位置 现在靠卡前 平推已经领先了 5500的经济了 着实恐怖 火龙一分钟 G2可能要去 放个视野吗 他们要做视野吗 不是 他们是不敢去的 做视野有什么 实质性的收获吗 看一下嘛 就看一下 他们是到底在打小龙 还是想抓我们 我也想知道 第二条火龙长什么样子 对吧 对就看一下 流露出一点渴 Z回 刚回家是 又把水晶卸木船 现在身上实在有钱 3733的单向之力 然后 前面再配一个 2004的魔忠 已经合出来了 实在有钱 情侣的巫妖 可能离得还稍微有一点点远 现在很多 一只堕是出AP 选择出AP装备吗 但我觉得这把 KD还是选出那个破败 就是AD装备 比较好 因为他们左边阵容 AP有点多 对的 原来一出了 中上两个进去 打第一波 爆发伤害的 全都是AP 对 但 问题点是 G2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前排或者说是 保命的装备 现在有钱去做 对 对 当时要抹看 有点多 但 那个现在你看 沃拉夫 沃拉夫都没有抹看 他沃拉夫现在都不敢进去 对 不敢进他 他进去可能会 就直接被秒 黑奔进去血条消失 然后黄子这边出装备出的好 他出了减治疗的 因为左边那边 就是现在都没有那个鬼出嘛 对 两边中下都没有鬼出 然后AD是出不了的 一直是他们 他们他们往一支的时候都不想出那个装备 这东西挺便宜的 八百死心宣告 主要是一位利用这个装备的利用率比较低 我这边想要抓一个情侣进去 大招给到后续再跟 但是保持大招能落下来吗 这都也太厚了 这个盾两层盾直接把Pokers给保回去了之后 反倒是逼出了Pokers的一个闪现 但白转还在打 保持大招消失了之后 奥拉夫实在扛不住 只能往后撤 这部SKD撞了 他们还是可以推 他们可以继续推 是的 Teddy的状态 两个大招都没有了 那个保持跟情侣 两个没有大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 超级逼 可惜 有点可惜 保持没有晕到人 穆格纳一个Q镜头摸将也没有播到 后续交了一个 这不开的 叫P8吧 这某可安内留下来 一闪碰了 对 而且 但是Teddy的位置 可以拿下人头 这门血 这个被动炸的伤害太高了 还在继续的留Kaps Kaps反手 一个Q镜头留住黄子 正面还在往前走 有一个爆炸骨 应该是溜了 但是Pokers这里在为Teddy 成功的A掉了 Kaps还想往前去追吗 前面是没有防御塔的 E上来 P没有打到 他就走位 他可能会 哇 死了死了死了 Q镜头摔到了 这个地方反手 被Kaps换掉 不过飞快从 特意杀过来之后 也收到了这个人头 他们这样好像 一波不了 一波不了 一波死掉了 刚才主要 还是那个宝石 太糟急了 他一闪 他 这把其实 发现 我们就 我们发现 就是宝石这个人 宝石这个 他这个人有点糟急 就每次都是一闪 宝石这个选手 就有点糟急 是 每次都是一闪 开团嘛 然后一闪都 空了 就有点可惜 可以说 他们 他们反应太快了 他们伊兹啊 然后他们卡尔玛 都是他们可以躲的 但如果 Faker这一团 他不是个冰女的话 刚才那波团 红红棒打赢了 是的 冰女被动太恶心了 是 是那个被动 那个炸的 那个伤害太高了 我刚才说 为什么他们 是不能阅 中落二塔 是因为 不能阅 是因为 他们这个宝石 加琴女 是真的不好阅的 但他们 这个Faker 选手敢打得好 是因为 他们 第一拳 直接招了闪 闪先跑 他一个打招 他用了一个打招 但对面用了两个打招 所以SKT这边 是可以伤高低 就是把你团战里面 最致命的两个东西 全逼出来了之后 后续就可以 往前去推了 而且奥拉夫当时 选很低嘛 大招也开过了 哎呀 Kaps刚才 这个回身的处理 其实还是蛮冷静的 嗯 不过 虽然G2现在 落后的是比较多 但你可以看到 他在于野区的视野 布置是蛮到位的 尤其在 红buff这一块 的话 其实是给到了 自己的上单 蛮多一些 保护性的视野 他会打断吗 打断了 一个W就赞了 这边王子死了呀 可比了呀 他 他被打断了 他可能想TP走 对 其实感觉 这边也是不大注意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在视野的 一些布控的 关键节点上 都是有的 但王子这边 还是被抓 还是在太早起了 太常发育了 这个下路高低 只能给 但下路高低 就下路防御 他给了 他们就会被三路 因为没有 中路跟三路 就已经没有防御他了 是 我这边 在清兵 清兵 留到了一个Faker 疫情能冰转 最后还是走掉 其实现在对SKT来说 不用着急 因为他们知道 刀妹是没有TP的嘛 他们刀妹是只能从正面过来 他们不用趴后面TP 是因为 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刀 莫刚拉不可能后面踢的 而且他们的视野 其实已经把下面去战死了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绕后的眼位 他们是不用着急 他们现在就回家补装备 去大龙也可以 或者他们直接 直接来中路 来上路 推雪晶也可以 现在可选的项目 比较多 而且这个 就是真正打起来的话 刀妹现在的装备 其实还是有点不够看的 1250的镜石 然后1050的一个耀光 但是离三项 还是差的稍微有点多的 KT这边是出AD的那个意思 然后他可能要出 那个死亡猪那个装备 死亡猪 对 现在赶紧过来 大龙坑附近 顾一波视野 然后SKT过来了之后 可以排一下 现在刀妹是没有TP 所以他只能选过来 只能选择就走过来嘛 但这个位置他们是不敢过去 因为没有人可以看那个草层的视野 没有人能看到 对 但这一波的话 对于基督人 其实大龙压力 我觉得还好 除了视野上的压力比较大 KT要被开了 KT的位置了 KT这里有一点危险 但是金身交出来了 KT的反手交一个金身 把他盖起来了 但是KT也没了 进去了之后 KT的 红归于尽了 但是 两边的伤害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团战能力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上 那这边24分钟的时间 应该是 不用打大龙 可以直接一波了 应该可以一波的 而且这一波 我觉得KT做得很聪明 他在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 他大招捏得很紧 他一直捏着 然后用金身规避到伤害之后 基督虽然亮出了一个宝石的大招 但是被 黄色的大招全留下 是的 没错 那第一场的话 面对着宝石琴女 前夕可以说是 崔布拉朽 凭借着几波的小团战 一点一点的把雪球滚大 主要是基督拿到比赛胜利了 全期基督太给机会了 一直在给他SKT的节奏去打 然后 博戴决太刚 没有刚过 这边我们恭喜SKT 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也是在这个BO5拿到一个 1比0的一个比方 借VB的话说 你觉得是BO5里面第一局 是最重要的吗 是的 主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我觉得 他们基督做的 不敢选那个保持家琴女 不敢再选保持家琴女了 他们可能就只要 试一下我们保持 全能保持这琴女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